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民意支持率越来越接近之际 罗姆尼星期三继续在关键性的摇摆州俄亥俄州进行竞选活动 美国总统大选将会在11月6日举行 目前各项的民意调查显示 奥巴马和罗姆尼势军力敌 自从上星期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 罗姆尼的民众支持率追上奥巴马 罗姆尼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对支持者说 上星期的辩论已经清晰地向选民表示 他与奥巴马之间的区别 罗姆尼说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总统说他过去四年来为美国向前推进 但罗姆尼认为应该来倒退 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 罗姆尼的支持率领先4个百分点 科乐普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奥巴马超前3个百分点 在上星期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 罗姆尼的民众支持率追上奥巴马 分析人士说 在个场以经济为主的辩论当中 罗姆尼表现得较为轻松和有备而战 而奥巴马的表现并没有平时一样那么有活力 奥巴马总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发表演说时 呼吁大学生登记做选民并投票 他说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当中 奋斗得来的一切现在都面临威胁 他说美国已经取得很多成就 不能够再走不成功的回头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